下載之後的話 那問題當然要一個一個各個擊破 那其實說真的工作裡面都是見招拆招的 所以我剛剛做的 那當然我會盡量說我上課是 比較是跟各位的那個工作裡面遇到的情況是模擬那種情況 但是不可能百分之一百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只能夠針對可能每一種每一種可能的狀況 然後給一個可能比較好的答案 那其他你可能要變通一下 比如說像我同學會問說 老師你剛剛那個資料可以從網頁啊 那可是我的資料是很多的那個文字檔的話 那我如果要全部把它匯進來的話有沒有什麼方法 或者是我的資料不是從網頁 我是從資料庫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把資料庫東西撈進來 其實喔 那你可以發現喔 這邊不是有從web 不是有從assys 從文字檔 從其他來源 比如說從資料庫啦 好等等的 那你可以怎麼樣 一樣嗎 你就錄個聚集嘛 然後要跑個回圈嘛對不對 然後再改一下 反正錄完的東西就改就對了嘛 OK 那錄製聚集的好處就是說 當你完全沒有任何的 基礎沒有任何的東西 前提下 你至少可以 雖然不可能是100分 但是你至少可以先比別人 多了60分 你可以從60分 再往上加嘛 對不對 如果你完全沒有 你就只能塗髮煉鋼了 OK 大概是這樣 所以有很多東西說 像文字資料怎麼辦 這邊有答案嘛 不然你就是用錄製聚集 如果你不會寫的話 也可以試試看 很多東西其實上面都有答案 只是說你要懂得去 善用 有些地方也許我 沒有 也不完全 每一個都錄製過聚集啦 不過其實 你可以 也搞方法都差不多可以 可以 稍微變化一下 那第一個我們可能會遇到的狀況 就是說 接下來 這裡面每一個page 下一個page又一個日期 這個 欄位名稱 所以第二個我需要 把這些欄位名稱全部砍掉 那全部砍掉的話 怎麼把它砍掉最快呢 之前有同意 當然你也可以 排序對不對 資料裡面有一個 排序對不對 那排序你可以把它按照那個 比如哪個欄位 對那他可能全部排在一起把它刪掉 可是刪掉之後你要再重新排回去 這也方法一個啦 可是問題這個方法 我是覺得 不是最好的方法 那 第二個的話呢 也許你可以用什麼方法 在 我們那個Ctrl-F 尋找 或者你可以用常用裡面 有個叫尋找 尋找取代 我快速鍵是 Ctrl-F Ctrl-F F的話找什麼呢 找日期兩個字 所以你可以先把這個Ctrl-C Ctrl-F 然後呢 全部尋找 那你會發現他會幫你列表 列在這裡 有沒有 其實呢 每一個每一個位置會告訴你 所以這邊點擊他 他會跳到那個位置 那如果你要把它全部刪掉的話 就把它全選 但 我們不是要全選 我們要什麼 留第一個 第二個以後呢 全部刪掉 所以 把這第二個呢 一直選 所以先點第二個 然後讓他往下移動 按Ship的鍵 有沒有 意思就是說 他現在已經幫你把 第二個到最後一個的那個列 幫你選起來了 那接下來的話 你要把它刪除列 所以刪除列的話 記得 理論上是按右鍵 右鍵之後會有個刪除列 不過特別注意喔 在這邊有沒有刪除列的功能 因為現在你沒辦法直接從這邊刪除列 所以記得喔 如果你要刪除他 之前有同學直接按Delete Delete有沒有刪掉呢 這邊看起來是刪掉了 可是實際上呢 他還在 為什麼 因為Delete只是刪除資料 我們現在是要刪除列喔 OK 所以你不能用這個方法 那要怎麼做 這個 Ctrl 日記一下 恢復一下 記得喔 尋找 然後 日期 全部尋找之後 找到之後的話呢 記得喔 這個 第二個到最後一個 按需的鍵 記得喔 如果你要刪除的話 請你到常用裡面 這邊也叫什麼 刪除 刪除裡面呢 請你找到什麼呢 刪除 工作表的列 一定記得喔 選完之後呢 到這邊一定要選這一個 你不能直接按Delete 按Delete 他不會幫你把列 因為就好像你要刪除列喔 你按Delete是刪不掉 你一定要選取整列 按右鍵 刪除列才可以 所以這邊的話呢 當然你可以選完之後 這個選取 刪除 刪除列 OK 好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呢 他才會真的刪掉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有沒有 全部都不見了對不對 OK 好那表示說呢 正確的已經刪掉了 好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今天希望怎麼樣 剛剛 希望把剛剛的程式 也加到 下載完之後 自動刪除 因為我們 總不能說我只要一個聚集 分好幾個按鈕 對不對 最好是一個按鈕全部都搞定最好 好 那當然你要怎麼把剛剛的功能做出來 你會錄製聚集啦 好 把剛剛的動作錄下來 然後呢 把那個程式放在哪裡 放在他的下面 剛剛那個下 大樂透下載的下面 這一個方法 或者是說第二個方法 我先把他 控制一下 你用第二個方法是什麼 自己在做程式的撰寫 那程式撰寫部分的話 前面我沒有講過啦 我先把這個 這一列拿來 拿來 雲端上有 已經寫好的 因為有些部分前面想 寫過了 所以我就直接拿來用 然後在這個底下 加一個這個 先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程序 名稱叫刪除列 那我前面有講過 如果說你今天要刪除列的話 記得從 最後一個 倒過來就對了 為什麼因為你刪的時候不會影響到上面的 如果你上面刪下來 他一刪掉 他會 往上地補 那就錯了 所以 我們 前面講過的部分的話 那 大概就來看一下 這個程式並不複雜 For i 等於 Range A1向下追蹤 就是最後一列 到第2列 為什麼第2 因為第1個 絕對不能刪 有沒有 你一定要留那個最上面這個 這個欄位一定要留下來 這個你不能刪 不然你跑到最後 第一個也把它刪掉 沒有欄位名稱了 所以呢 我的程式一定是倒過來 For i 等於最下面一列 到第2列 然後Step 一定要-1 因為越來越少 如果你沒有加這一行的話 他可能跑 跑最下面 就往下就沒有了 就不會跑 只跑一次 那判斷什麼呢 如果他的A欄裡面的資料 假如是日期的話 有沒有 你會發現每一個欄位 都是日期兩個字 有沒有 所以呢 最簡單的方法是判斷什麼 判斷他的A欄裡面的資料 是不是 那個日期兩個字 A欄裡面的資料 如果等於日期的話 Zen 把那一列給刪掉 離開 你會發現 程式怎麼跟剛剛很相像 還是用for 還是用if 頂多只是改了什麼 中間這一行 那一列給刪掉 OK 所以基本上我們來試一下 我先這邊設中段點好了 然後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 他現在是15 因為從最下面 往上刪 最下面是1523 然後遇到哪一個呢 遇到的是1520 所以Ctrl向下 1520 就這一列 這個 然後他遇到的 他裡面是 日期 剛好兩邊match了 所以match的話 他就會執行刪除 那刪除的話 就這一列刪掉 所以我按F8 你會發現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一列怎麼樣呢 他會自動幫我把這一列給砍掉 F8 砍掉有沒有 那因為呢 我再來就往上 所以不會影響 因為反正他就 下面東西往上 可是我的方向還是那個方向 所以再來 一直讓他繼續執行 因為讓他繼續跑 那我中段點特別注意 我是把它設定在這裡 為什麼 因為 你就不用一直按F8啦 不然的話你要按很久 一直按 奇怪怎麼還沒有 OK 那你可以設在這裡之後的話 他只要遇到呢 要刪除的話 會讓你知道是哪一列 1489 OK 所以你可以往上看 1489 在這裡 這些也是 除錯的小技巧 因為書裡面沒辦法跟你講這些除錯 他只是跟你講程式講完就沒他的責任了 但是你最後會寫不出來 是因為你不知道怎麼除錯 所以特別最後我現在跟各位講的這些都是 除錯的技巧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技巧 如果你不懂得用VBA 來除錯的話 你的程式 不可能寫太複雜 因為太複雜 你根本不知道 錯在哪裡 那你一定要除錯啊 你不要沒有說一次就寫對了 沒有那麼厲害啦 我寫 寫20幾年也不可能說我一次就寫完全正確 對不對 所以特別注意 善用這個中斷點 有沒有 然後 如果這一列也把它刪掉 F8 所以中斷點 配合F8 刪掉了 有沒有 當然RUN個兩次 大概就差不多了 後面都一樣 所以 中斷點就可以拿掉 然後可以讓他全部執行 所以他會怎麼樣呢 全部完成 不過因為 他一直刪一刪 你也看不到 反正你最後只要確定一件事 就是你往下拉 有沒有看到其他的 日期 如果沒有 那恭喜你應該是沒有問題 好 所以第二階段就完成了 所以我們是額外在底下 撰寫了一個什麼 刪除列的一個程序 那如果說你將他一鍵完成 你可以怎麼樣 把剛剛的東西怎麼樣 把它用Core Core刪除列就好了 有沒有 他跑完之後 再到這邊 刪除列 不就好了 對不對你就可以 不需要說 把剛剛的程式呢 搬到這邊來 因為搬到這邊來喔 程式會越來越複雜 以後乾脆怎麼樣呢 用Core就好了 Core這樣就可以了 OK 好那再來的話 第三個部分 因為呢你有沒有發現 還有欄寬 所以欄寬 欄寬的話呢 你只要打一行程式就好了 就是用Colors Colors 物件 COLUMNS 點 點下去有個自動調整欄寬 AutoFix Auto 有沒有 這邊不是有AutoFix Fix是自動調整欄寬 所以 自動調整欄寬的 那個程式 很好記啦 Colums 點AutoFix 這樣呢 他就會自動調整欄寬 所以如果你加這一行 他跑完呢 全部自動調整欄寬 所以這一行還蠻好記的啦 也不難記嘛 也不用特別背 但是你一定要記哪一個呢 這個Colums 物件 而且你會發現 一定會加一個S 你不能打一個Colum跟Rose一樣 因為 一個工作表裡面呢 會有 不只一個Colum 一欄 會有很多欄 OK 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要做什麼呢 把這 6個號碼 把它也許啊 乾脆把它變到這邊來好了 所以也許我先在這邊先把背注這個 變成 1到多少 1到6好了 對不對 然後呢 再把 這一邊的資料 Colum 向下 也許我1 我先 彩排是 1先在背注 這邊 然後 Colum按住向右填滿 6個號碼 對不對 2 選取 B2到 Colum 向下 3的話呢 怎麼樣呢 資料裡面有個什麼 資料剖析 OK 所以 1 2 3 3的話呢 資料剖析 分隔符號 下一步 逗點 下一步 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裡 應該OK啦 然後按完成 OK了 最後把這一欄呢 把它刪掉 所以4 刪除B欄 好 我們就全部做完了 那就把它 剛剛動作啦 因為你要重新寫那個 分割斗點那個部分的VBA太困難了 所以不如怎麼樣 把這個錄下來 錄下來之後的話 就按照 剛剛講的 如果你實在不會的話 資料剖析 我這邊剛剛講的東西 這邊都有 錄下來東西這邊也有 所以 也許你錄完之後呢 就是會在你的程式底下 會有一個叫什麼 資料剖析 那將來你可以 也一樣 Core 資料剖析 有沒有 這邊就多一個 Core 資料剖析 好 那這樣我就下載完 刪除列 資料剖析 自動調整欄寬 就全部完成了 所以我們最後 Demo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那你就重新再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那我們來試一下 看這樣OK 基本上的話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應該一次就可以全部做完了 不過還是如果怕有錯 你乾脆射中斷點 看一下 這邊 第一個先幫我把他全部都抓 抓下來 跑跑跑跑跑 有沒有 然後 卡在這一行 刪除列 刪除那個就是 欄位的列 所以他會 跳到這邊有沒有 然後做刪除 全部刪光光 好 再來做資料剖析 剛剛做這些動作 跳到這邊來 就是選舉D1 剛剛錄下來有沒有 然後 輸入1 然後向右填滿1到6 然後再來就是選舉B1 B2啦 CtrlGip向下 然後資料剖析 然後刪除B欄 其實 這些動作這個註解是我後面加的 反正你將來最好是你前面先把他寫下你的動作啦 不然我怕你們那個 錄製劇集大家都會 可是我覺得很多人做不出來是因為 他的那個順序都搞錯了 而且都亂錄啊 所以 最後做出來結果當然不對啊 最好是 前後的關係也不要做錯啦 我覺得差一步就差很多了 OK 細節注意 刪除列 刪除B欄 OK 然後呢就跳離回來了 AutoFits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AutoFits 很好用有沒有 馬上就排整齊了 多好 最好是寫在最下面 為什麼 因為你前面還在亂動的時候嘛 你不要說 前面AutoFits了 可是下面又重新用動 你又 最後又要來一個重新AutoFits 那不是浪費 浪費時間嗎 OK所以應該知道這個 這幾個動作啦 最後 結果就OK了 剩下來就是你在針對1到49號 去做上個禮拜的那個樂透仔的統計分析 號碼就出來了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然後 OK所以 第二個就是 先刪除列 刪除哪一列呢 有很多多位欄位 第三個就是 做那個資料剖析 這部分因為 有些前面有講過啦 所以我就直接 把它先 一個一個講 如果有些細節講 你不是很了解的話 可以參考雲端 白板上面 我有做完的結果 試一下 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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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